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2021年起全台贫穷县将再度上修 根据公告标准 在台北月收入低于25000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5800多元 就可以被列入中低收入群体 民众听到这个数据 大叹在台北生活不容易 也有年轻人表示 有活不下去的感觉 很穷啊 我们好像活不下去没有什么 今天可以之前我们去完成 我们的梦想这种感觉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门 与各县市的公告 2021年最低生活费标准 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都大幅调升 其中台南市涨幅最高达7.39% 台北市调升后标准最高 达25241元新台币 比平均基本工资24000元新台币 还多出1241元新台币 民众入不敷出大叹生活不易 在台北生活就蛮不容易的 如果你是要住在比较附近的地方 大概七八千到一万起跳吧 那如果你在加上伙食费的话 可能你也只剩下5000块钱可以那个了 自己的生活费 然后跟一些杂七杂八的 或者是你也要给家里 所以多少可能都不太够吧 最低生活费是参照各地区 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 所得中位数的60%计算出来的结果 累计变动达5%才会调整 这个标准也被称为是贫穷线 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 最低生活费标准调高 相当于放宽了申请低收入 与中低收入户的认定门槛 能把原本徘徊在贫穷线边缘的人 也包括进来对民众有利 不过这个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自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台湾经济持续低迷 今年因为疫情更是遭遇了寒冬 民众勒紧裤腰带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 民进党当局如果没能从根本上 扭转颓势提振经济 而仅仅靠调高所谓贫穷线 把更多的人纳入中低收入群体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从长期看恐怕没有任何意义 作为者 您 сп用转折 自宅地区 quelle的心理